九镇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1次会议上 镇人大代表采取吴济明投票方式 票决出2020年三届民生时事项目 位于Y4624上线的四九虚桥 一直以来是通往营村、五四、松头等村委会的主要桥梁之一 此前旧桥由于建设标准较低 使用年限较长 加上超重运输车辆日趋频繁通过 桥面整体出现的裂缝已对桥梁的日常使用造成不良影响 四九虚桥建设项目总投资约375.5万元 新建桥梁全长67.12米、宽11.5米 目前项目已完成装机施工 正进行两板预制 待两板完成后将启动吊梁铺装工作 Y38945线昌平小学至锦平村路段 是四九虚通往五十方向的主要交通要导 由于该路段原路基是改河后加宽行程 路基基础较差 随着长时间的使用和车流量的增加 路面出现坑槽、断裂、下沉等病害 对居民出入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下平昌平至锦平道路建设工程全长488.483米 路面采取挖补法和加铺法施工 新铺厚16厘米的5%水泥石穴基层和厚23厘米的水泥混凝土面层 项目总投资额约108.8万元 目前项目已完成立项、可研和施工图纸的设计工作 将在下半年动工建设 作为连接城区与四九的重要门户路段 S273四九段填坑绿化公园建设项目 主要内容为四九镇紧实放置、平台及钉部铺设 微地形营造、桥灌木地被种植 项目建设规模约6500平方米 总投资额约160万元 以基本完成施工任务 记者现在来到的是四九镇填坑绿化景观公园 现在在道路两边已经种植上了新的草坪以及花卉 还有各种绿化和景观 这个项目作为四九镇美丽廊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建成之后将有效提升四九镇的小城镇建设水平 多谋民生之力、多解民生之忧 持续推动民生工程 让一件件民生时事落地生根 接下来四九镇将精心组织落实民生时事项目 确保把时事办好、把好事办实 本台记者杨晨、刘鹏飞、乌丹雷报道